同沾法医共募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量体温 接下来请收看 爱护生命卡通动画系列 海啸中的奇迹 小女孩艾伟非常喜欢小动物 尤其是小狗 她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有一只属于自己的宠物狗 妈妈你知道吗 我同学布莱恩他们家又多了一个新成员呢 是吗布莱恩有小弟弟了 不是的 那就是有了个小妹妹 不对不对 布莱恩的妈妈领养了一只小狗 那小狗真的好可爱哦 妈妈 我们也能领养一只小狗吗 不行 艾薇 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 我们家里不能养狗的 为什么 我不是和你说过吗 弟弟太小了 如果家里养狗的话 很可能会让他过敏生病的 你也不希望杰瑞生病对吧 嗯 好吧 为了自己弟弟的健康 艾薇只能把养一只狗的心愿藏在心底 直到下了一场大雪的那天 哎呀 昨晚下了一场好大的雪啊 太棒了 太棒了 妈妈 我们出去堆雪人好不好 外面太冷了 而且我还要在家里面照顾杰瑞 妈妈 你看杰瑞还没睡醒呢 你就陪我堆个雪人吧 很快就能堆好的 好吧 不过说好了就玩一会儿 好 我玩一下就好 就在门打开的那一瞬间 母女二人惊讶地发现 门口蜷缩着一只小狗 它正浑身不停地颤抖着 并发出微弱的叫声 看上去身体非常虚弱 哎呀 哪来的狗啊 妈妈 你看它受伤了 母亲听后定睛一看 果然那只小狗一只腿上的伤口 正往外渗着血珠 它顿时心生怜悯 可怜的小家伙 它这个样子会冻死的 我不想要它死掉 妈妈 我们救救它吧 母亲看了一眼那只小狗 此时 小狗也睁着眼睛 直直地看着它 应发出呜呜的叫声 像是在求助一般 母亲叹了口气 然后弯腰抱起了那只小狗 真是个可怜的小家伙 好吧 我们就帮帮你吧 妈妈 你看 小狗在谢谢你呢 就这样 艾维家里也添了一位新成员 小狗布鲁 布鲁 多吃点 吃饱了 你的伤才会好起来的 艾维 我们可是说好的 等布鲁的腿伤好了以后 就将它送人 你可是答应过我的 哦 好吧 布鲁 我跟你说 你的伤慢慢的好就可以了 在艾维的悉心照料下 小狗布鲁 腿上的伤 渐渐好转起来 这让艾维既高兴又担心 因为她答应过妈妈 只要小狗的伤痊愈了 就得将它送人 艾维 你发现没有 布鲁的腿伤已经好了 没有啊 它还需要再休养一段时间呢 艾维 我们约定好的 只要它的伤好了 我们就得将它送走 艾维听后 眼泪都快要流出来了 突然 客厅里传来了布鲁急促的叫声 母女二人一愣 接着又传来了杰瑞的哭声 哎呀 发生什么事了 说着 她急忙从卧室冲了出去 艾维紧跟其后 当他俩来到客厅后 却发现小狗布鲁 正朝着婴儿床 汪汪大叫着 并做出一副 要扑过去的样子 而婴儿床里 杰瑞正大声地哭着 布鲁 你要干什么 说着 母亲急忙朝婴儿床 跑了过去 当她跑到婴儿床边时 突然愣住了 只见一只大蜘蛛 正顺着床脚 朝床上爬去 哎呀 蜘蛛 妈妈 布鲁是在保护杰瑞 她发现了那只蜘蛛 是啊 如果不是布鲁 杰瑞被蜘蛛咬到 可就麻烦了 母亲赶走了那只大蜘蛛 而立了大功的小狗布鲁 也因此正式成为了这个家里的一员 转眼间 三年过去了 来 布鲁 握手 姐姐 你真行 布鲁竟然会听你的话 当然了 布鲁可是我救回来的 对了 你还是个婴儿的时候 他还救过你一次呢 布鲁救我 真的吗 真的 不信你可以问问妈妈 我的宝贝 这个周末想不想去海边玩啊 去海边 好啊 太好了 哇 可以玩沙子了 万岁 妈妈 我们可以带着布鲁一起去海边吗 当然了 我们总不能将它独自留在家里啊 布鲁 你听到了吗 你要和我们一起去海边玩了 海边晴空万里 阳光明媚 众多游客在惬意地享受着阳光 沙滩和海浪 母亲惬意地坐在太阳伞下 看着正在堆沙子的两个孩子 而布鲁则摇着尾巴 围着他俩转来转去 不时地还用鼻子凑到沙子那里闻一闻 布鲁 你小心一点 可别把我们堆的城堡给弄坏了 艾维话刚说完 布鲁却突然警觉地朝大海看去 接着他像是觉察到了什么 急忙朝着艾维和杰瑞 汪汪大叫了起来 好啦布鲁 我是在跟你开玩笑呢 你怎么就生气了 布鲁这是在做什么 他看起来很反常啊 就在这时候 海里传来一阵奇怪的声响 海滩上的人纷纷抬头寻舍望去 只见远处的海平面上涌起了巨浪 海啸 是海啸来了 快跑啊 海啸来了 孩子们快跑 快离开那里 妈妈妈妈妈 怕怕 杰瑞 别怕 妈妈在这里 艾维 跟妈妈跑 赶快离开这里 母亲抱着杰瑞 朝最近的小山坡疯狂逃命 她原本以为艾维一定会跟着她一块逃命 可快到山顶时 她回过头却不见了艾维的身影 艾维 艾维呢 请问 你们有看到我女儿吗 她叫艾维 十岁了 那么多人 我没注意啊 艾维 你在哪里 你在哪里啊 母亲朝着自己刚才跑来的地方 拼命地呼喊 但巨浪的呼啸声 让她的喊声变得那么微弱 不行 我得回去找我女儿 你不要命了吗 现在下山只有死路一条 你不为自己着想 也得为你抱着的孩子着想啊 是啊 你看 整个海滩已经被淹没了 你如果离开这里 不但救不了你的女儿 恐怕连你儿子也得搭进去 那怎么办 艾维 你在哪里啊 先别灰心 说不定你的女儿 也已经跑到高处躲起来了呢 然而 海啸来临时 艾维并没有跑到高处 而是让逃难的人群 将她和母亲冲散了 艾维朝海边一间 供游客更换永衣的简易小屋跑去 她毕竟才十岁 当看到滔天的大浪袭来时 她认为只有屋子里才是最安全的 妈妈 妈妈 你在哪儿啊 布鲁 是布鲁的声音 布鲁 你也吓坏了吧 真的好可怕 我们得赶快躲起来 然而 布鲁却突然张开嘴 一下子死死地咬住艾维的一脚 往外拉 布鲁 你这是干什么 快松开我 快松开我 布鲁不顾惊慌失措的艾维的挣扎 她强行将其拖出了简易小屋 然后用两只前脚和头 紧紧地抵着艾维的后背 拼命地往山顶推着 布鲁 你要干什么 不要推我 布鲁不顾一切地推着艾维往山上走 当他们到达山坡时 海浪一下子将海边那洞简易的小屋冲垮 天啊 小屋被冲走了 布鲁 是你救了我啊 布鲁 我明白了 山上才是安全的 谢谢你 真是太感谢你了 海薇 妈妈对不起你 我应该拉着你一起逃命才对 妈妈对不起你的 你看 那里有个小女孩 在她身后还有一只狗 她是不是你的女儿 母亲听后急忙擦了擦眼泪看去 只见艾维正朝山顶跑来 是姐姐 那是我姐姐 艾维 妈妈在这里 妈妈 妈妈 艾维跑到母亲身边 然后一下子将她紧紧抱住 这时候布鲁才松了一口气 在他们身边高兴地摇着尾巴 善恶其实就在一念之间 不经意的一次善举 往往就会种下善果 如果当初艾维没有收留小狗布鲁 布鲁又怎么能成为她的救命恩人呢 白鹿三轮车 在风光明媚的旅游城市里 经常会看到一辆辆人力三轮车 载着游客传缩在各个景点 阿茂的职业就是用三轮车载游客去观光 这里的景色好美啊 当然啦 我们这里不仅有历史悠久的古城 还有风景秀丽的山水 尤其是我要带你去的那片湖边树林 那里的景色才美呢 是吗 听你这样说 我都有些迫不及待的想去看看了 别急 很快就到了 哇 好漂亮的鸟 那是什么鸟啊 那是白鹿 它们飞起来很美吧 真是漂亮 白鹿是不是很难看得到啊 前几年这里的白鹿还是很多的 但是后来很多人对它们进行捕捉 导致数量越来越少了 为什么要抓它们呢 还不都是为了它们身上的羽毛 据说它们的羽毛很有价值呢 唉 再加上城市的开发 现在适合它们居住的地方越来越少了 由于白鹿纯白色毛状羽和缩羽 是极为贵重的装饰品 因此有不少人为了徒利进而捕捉贩卖 这就是你抓到的白鹿 是啊 我好不容易才抓到的 太小只了吧 羽毛都没长齐呢 我知道它小 可是价钱便宜呀 你养一段时间 等它羽毛长起来不就行了 你生的白鹿很难养活的 算了 我不要 喂 你别走啊 价钱好商量啊 这只白鹿要卖吗 是啊 怎么 你要买吗 我先看看 说着 阿茂拿过笼子 看了看被关在里面的那只小白鹿 小白鹿看到它后更是蜷缩在一起瑟瑟发抖 你这是从哪里抓来的 这你就不需要管了吧 你到底要不要啊 我要了 真的 当然 多少钱 我买了 就这样 阿茂买下了这只小白鹿 但是它并不是为了白鹿身上的羽毛 而是决定将其放生 阿茂 你要去哪里啊 我去湖边 你不用去了 我们刚从那里回来 那里已经没有游客了 是啊 天都快黑了 你去那里干什么呀 我准备将它带到湖边放生呢 两位同行听后 一起朝阿茂三轮车里看去 当他们看到笼子里的小白鹿后 很是吃惊 白鹿 阿茂 你这是从哪里弄来的 我刚刚买的 啊 你花钱买了这只白鹿 然后又要把它放走 没错 你这不是拿钱打水漂吗 你干嘛要这样做呀 你们看它那可怜的样子 谁见了都会心软 更何况白鹿是我们这座城市 独特的一道风景 如果这道风景没有了 那会少好多游客的 到时候我们的收入也会减少的 说完 他骑着三轮车朝湖边驶去 两位同行也同时看着阿茂离去的身影 阿茂这个人就是心善 平时他就喜欢照顾街上的流浪猫狗 是啊 好心有好报 他儿子特别聪明 成绩一直都名列前茅 我想这就是上天对他好心的福报吧 阿茂踩着三轮车 把小白鹿带到了湖边 他将小白鹿放在石头上 但重获自由的小白鹿 面对辽阔的天空和宽广的水面 只是金黄的望向四周 并没有要飞走的意思 小家伙 你自由了 走吧 飞走吧 让我来帮你一把吧 说完 他把小白鹿抛向空中 只见他挥了挥翅膀 还是跌下来 看来这是一只 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小白鹿啊 他抱起小白鹿 重新走回三轮车 阿茂只好将这只小白鹿 带回了家 哎呀 爸 你怎么会有这么可爱的小白鹿啊 别提了 我原本是打算将它放生的 可是它太小了 所以我只好先把它带回家 你不会是想把它养在家里吧 没错 我就是这样想的 你放心 只要它长大一些 能独自飞了 我就会放它走的 小白 你好漂亮啊 你瞧 儿子已经给它取好名字了 对了 它一直没有吃东西 肯定饿坏了 赶快拿一些米饭来 妻子听后端拉了一些米饭 在阿茂的角落里围起一个鸟窝 然后又买了一些饲料喂小白鹿 在阿茂一家人的细心照顾下 小白鹿渐渐渐地长大了 羽翼也日益丰满起来 小白 小白长得可真快啊 转眼间已经这么大了 是啊 是该将它放回大自然了 放它走 对啊 虽然它在我们家衣食无忧 但大自然才是它真正的家呀 嗯 那我们带它去哪里放生好呢 就去湖边那片树林吧 那里风景秀丽 鸟类也多 小白在那里肯定会生活得很好的 妻子听后 看了看鸟窝里的小白 小白也歪着头 好奇地看着他们夫妇二人 第二天 阿茂和妻子便带着小白 来到了湖边的树林 在那里 各种鸟儿都在齐声歌唱 香水缠缠 喝着鸟鸣 热闹极了 小白 这里的环境你喜欢吗 白鹿好奇地四处瞻望着 突然 不远处传来了一阵鸟儿欢乐的叫声 小白也急忙朝鸟叫声那里看去 接着便拍打着翅膀朝那里飞走了 妻子愣愣地看着小白飞走 消失不见 小白就这样走了 不然哪 难道还要来个告别仪式吗 原以为他会舍不得离开我们呢 谁知道这家伙说走就走 连头都不回 好了 小白也走了 我们也回家吧 阿茂说着便来到了三轮车处 而妻子依旧在那里愣愣地看着小白飞走的方向 阿茂按了按车铃 走了 别看了 哦 好吧 说着他来到三轮车旁 坐了上去 阿茂又按了几下车铃 叮咚 叮咚 走喽 我们回家了 可就在这个时候 空中传来了小白的叫声 小白竟然飞回来了 他在三轮车上空盘旋着 哎呀 是小白 他这是回来跟我们再见的吧 应该是的 我想他是因为听到了我的车铃声才飞回来的 没错 一定是这样 之前在家里的时候 只要你的车铃声一响 他就知道你回来了 便显得很兴奋 小白 我们要走了 你好好保重自己 我们会经常来看你的 从那以后 阿茂几乎每隔几天 便会带一些小白喜欢吃的食物 来到湖边那片树林 只要他暗响车铃 白鹿便会飞来 然而几个月后 阿茂骑三轮车的时候 发生了车祸 导致腿骨折了 只能在家休养 自从摔伤了腿 有半个月没去看小白了 不知道这段时间 他怎么样了 你还是先好好养伤吧 要是留下残疾以后 还怎么踩三轮车啊 是小白的声音 小白来了 妻子急忙来到窗旁 透过窗户 他看到小白正在外面 一边盘旋着 一边叫着 真的是他 他怎么飞回来了 说着他急忙打开窗户 小白见窗户打开 便一下子飞了进来 然后飞到了阿茂的床上 好奇地看着他 小白 好久不见啊 你是不是好久没见 我去找你 所以就飞来了 唉 我的腿断了 没法走路 所以才没去找你 小白真的太有人性了 你和他说什么 他好像都能听懂啊 是啊 他很有灵性的 从那天起 小白隔三差五 都会飞来看望阿茂 而随着时间 一天天的过去 阿茂的腿 渐渐好了起来 但走起路来 仍一瘸一拐的 这让他的生意 一落千丈 都没有人要坐我的车 阿茂 最近生意怎么样啊 别提了 自从腿受伤 生意就差得很 人家见我走路 一拐一拐的 就不愿坐我的车了 哎呀 又来了一个旅行团 我们快去啊 说着 小刘急忙骑着三轮车 迎了过去 其他同行也纷纷迎上去 快 阿茂 赶快去抢游客 哎 要是我的腿没受伤 他们哪里抢得过我呀 就在这时候 空中传来了一声 白鹿的叫声 阿茂一愣 抬头看了一下天空 一只白鹿正在上空盘旋 哎 小白怎么来了 妈妈 你看 那台车上 有只好漂亮的鸟啊 我要坐那台 我要坐那台 这是白鹿呀 它竟然不怕人 真是神奇 走 我们去坐那辆车 阿茂骑着三轮车 载着游客 行驶在路上 而小白 则像个小跟班似的 有时站在车顶棚上 有时就在两边 飞来飞去 引得路人 纷纷驻足观看 自从小白 跟阿茂 一起出车以来 许多人都慕名 远道而来 特地来搭他的 白鹿三轮车 阿茂的生意 也因此蒸蒸日上 阿茂的白鹿三轮车 简直成了 我们这儿的 一道新风景了 是啊 我早就说过 好心有好报 这是上天 给他的福报啊 每个人都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佛前大贡 点灯、贡水、护生即甘露诗时 日期11月27日星期日 时间上午8点开始前行 下午2点 恭送药诗经 恭请战山法师主法领重 地点南投分会 南投县草屯镇中正路254-86-5号 洽询电话049-256-1311 049-256-1311 南投分会 法会备有免费消灾操建 请事先报名参加 敬邀菩萨参与信息 同瞻法医公布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前世骄傲亲世人 今生出生下见 爱让开让开让开 这老头有够心事 今世做乞丐 今世做乞丐 敬邀菩萨叶红 其然 敬邀菩萨叶 会有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